總部設在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說 埃及逮捕了半島電視台的四名記者 半島電視台要求埃及立即釋放他們 埃及內政部說他們只是扣押了半島電視台的兩名工作人員 他們是一名澳大利亞記者 和一個內政部所說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 埃及自責他們涉嫌非法廣播危害國內安全的新聞消息 目前還不清楚半島電視台和埃及政府所說的被捕的人數 為何會有出入 埃及上星期宣布被罷免的前總統穆爾西所在的穆卿會為恐怖組織